我们在圣经里看到好些被逼猛恩的人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约纳 我们都相当熟悉约纳的故事 约纳书第一章告诉我们 耶和华的话领到亚米泰的儿子约纳说 你起来往尼尼威大城去 向其中的居民呼喊 因为他们的恶打到我面前 约纳却起来逃往他失去 躲避耶和华 过后我们都知道 因为大风浪 约纳被抛下船 第十七节 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纳 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 约纳在鱼腹中祷告呼求神 结果三天后第二章十节 耶和华吩咐鱼 鱼就把约纳吐在汉地上 第三章三节 过后约纳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 往尼尼威去 第四节 宣告说 再等四十日 尼尼威必轻腹了 尼尼威全程听了这话 从王和大臣直到百姓都悔改 以致神就怜悯他们 不降祸与他们 第四章第一节 这是约纳大大不悦 且圣发怒 就祷告耶和华说 耶和华 我在本国的时候 岂不是这样说吗 我知道你是有恩典 有怜悯的神 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 并且后悔 不降所说的灾 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 耶和华 从约纳这位勉强的先知 我们可以学习反思几样事 第一 约纳的悖逆 看似情有可原 但其实不然 约纳不喜欢迷你威人 因为他们是作恶的 更是以色列的仇敌 所以他不愿意顺从神的吩咐 把悔改的信息带给他们 这似乎很合理 各位 有时我们是不是也为了一些 探似合理的事物 而拒绝走神要我们走的路呢 比如 我真的很忙 没时间管神国的事 没空祷告 或是某某人那么不可爱 我怎么有心向他传福音呢 或者 我自己的问题都满满了 怎么还有闲情去关心别人呢 各位 我们每次觉得顺服神很勉强时 其实 比我们想出的各种借口 更大的理由 就是我们忘记 原来我们也是因着神的恩典 而得救的人 我们纵使有再大的问题 残身 也没有大过神为我们解决的 永恒审判的问题 我们忙也是因神把可以忙的事 赐给我们 比如 让我们有工作可以忙 或是孩子可以照顾等等 所以 我们当反思 每当我们想 往神的吩咐的反方向走去时 我们真的有理吗 另外 我们看到 约纳从头到尾 没有真正改变他的心 没有彻底悔改 虽然约纳在约纳书第二章做了一个祷告 但如果我们看他祷告的内容 虽然他有感谢神拯救他 但一句认罪悔改的话都没有说 虽然他从于父被吐出来后 行为上是顺服了神去到尼尼威 传神的话 但从他在第四章里的发怒 我们知道 约纳的心还是没有与神同心 他只是为了去而去 在传神的话时 心里一点感动也没有 只是随便半心半意地传 我们是否有时 也是只有行动 没有心动呢 神不但要我们改行为 更要我们改我们的心 第三 借着约纳 我们看到 虽然人如此软弱 但神仍能使用 所以各位 即使你知道你自己的软弱 也不要对上帝的呼召 惊讶 神也能使用你 很多时候 我们总以为 要等到自己完全顺服时 对人有完整的爱时 等到自己更熟读圣经 更有恩赐 对灵魂更有负担时 才能被主使用 才能改变人 或是带来福音事工的福星 但其实 我们看约纳 他即使没有恢复全然 爱人的心 或是全然愿意的心 但当他顺从神一点点时 人悔改的神迹就发生了 所以上帝也能 以你现在的条件使用你 因为带来成就和果效的 不是你的伟大 乃是神的大能和信实的恩典 这里要强调的是 神的伟大不会被人的软弱限制 但约纳书的本意 并不是要我们效法约纳 各位 今天神也有他要我们完成并顺服的事 我们是勉强 还是愿意顺服的呢 若你偶尔也想逃避 请你思想约纳的例子 人是躲避不了神的 从约纳定义要违背神开始 他便遇到许多的麻烦 并且他也不开心 常怀着一个埋怨的灵 所以不要躲避神 因神若决定要用我们 他必定坚韧地引导我们 进到他的荣耀的计划里 与其逃避 我们冷静思想后 应该对神产生无限的感恩 感谢神没有放弃我们 并且不断地安排人事物来挽回我们 直到我们全然降服于他为止 既然我们的神对他的计划 和对我们的爱是这样的坚韧 那我们越快顺从他 便越有智慧越有福 也许你读了约纳的故事后 会觉得你也可以跟约纳一样 即使不是从心底顺从 即使是随便的勉强的听从神 事工也会大有收获 千万不要误会了 虽然按着神的恩典 有时也会得到好的果子 但对一个不是全心顺从的人 好的果效不一定会跟着来的 神的教导是让我们成为 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盼望我们明白神的心肠 最后我们当恢复乐意的顺服 我们看到虽然神使用了约纳 约纳本应为此感到荣幸和感激的 但他却因自己看不开的地方而顺从的不甘不愿 所以约纳虽然做了神要他做的 也达成了神的计划 拯救了宁宁为人 但他自己却享受不到其中的荣耀和喜乐 各位 盼望我们和约纳不一样 乃是带着乐意的心顺从神 也从我们的顺服里得着加倍的喜乐 但愿神今天借着约纳先知的例子 向我们每一位说话